王曼玉为何惨遭一轮游 邓亚平说出大实话 陈梦终于迎来反击良机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这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王曼玉关注国拼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最近王曼玉的一些情况 我们也知道目前打完试拼赛之后那么王曼玉呢也是马不停蹄参加了接下来的世界杯的比赛 而从目前最新落下帷幕的比赛来看王曼玉的状态的并不如预期 那么在自己啊其实本身实力领先那个情况下呢 最终却非常遗憾的输给了中国香港的一个选手 无缘下轮那个比赛也无缘最终金牌的争夺战 所以这样的情况对王曼玉来说确实是比较遗憾对很多喜欢他的球迷来说呢 可能也是非常意外的 因为本质上其实王曼玉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对手 在此前视频赛当中刚刚拿下就有分量的女单金牌 所以本质上是一个世界冠军那么其实呢 在本次去面对杜凯琴这样的选手呢应该是没有太多的一些悬念能够拿下对手 所以这种非常遗憾的暴冷输给了对手淘汰出局的话 其实对很多球迷来说可能也确实非常想知道说 这一次王曼玉为何会暴冷惨遭一轮游 那其实业内的一些民宿拼谈民宿了也是怎么样去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呢 其实我们也知道此前呢 邓亚平曾经是评价王曼玉说他之所以说能够在视频赛拿到总冠军呢 主要是依靠两点 第一个是他的整体状态表现更加稳定 而且能够把他的一些战术安排 他的一些特点发挥到极致 第二点就是他的反手质量非常高所以能够很好的去压制对手 但是本场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呢王曼玉这两点都是没有发挥出来 那么也就意味着其实邓亚平此前说到的这两点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优势呢 王曼玉都没有能够发挥出来所以这次呢其实也是输掉了比赛 我们回顾本场比赛可以发现的首先第一点就是王曼玉的整体状态确实是非常不稳定 包括在赛后王曼玉在采访当中他也提到自己的大脑一片空白 根本没有把自己的一些问题自己的一些战术 很好的发挥出来 所以对于他来说确实是一个很遗憾的一场比赛 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其实呢杜凯琴这个选手呢恰恰也是很好的去针对了王曼玉他的整体特点把他的一个反手的一些质量呢是压得非常的厉害 所以这种其实王曼玉整体的一些状态包括他的战术以及一些优势 没有能够发挥出来所以这场比赛会输掉的话 其实也是非常的正常 所以这次其实邓亚平这方话呢也算是说出了一个大实话 其实目前来看王曼玉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短板呢也算是暴露了出来 对他本人而言那么其实此前的话可能和这个中国香港的选手没有太多次一些对抗 所以其实整体来看的话 这是他恰恰遇到了一个新手呢自己的一些优势被压制住 他彻底就不能够放开来打了 所以对王曼玉来说这次也确实是暴露了一个短板也算是一个 惨痛的教训那么接下来确实要好好去反思 和总之一总结一下才可以的 当然可能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一姐成梦来说这次也可能是迎来了一个反击的机会了 因为我们也知道这次王曼玉来去面对一个新手那么恰恰也暴露出他本身很多的一些问题 而对于一姐成梦来说可能呢 在此之后如果需说去有比赛去面对王曼玉呢 可能这场比赛的一些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就值得他去好去总结 去思考 去针对性去进行一个训练 那么也是方便自己在此之后呢如果说再次去面对王曼玉呢有更大的一个胜算 当然其实不管是谁能够笑到最后那么其实对我们国评而言呢每一场比赛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啊 其实都值得这些主力好好去应对好去反思总结 将来才能够争取在下一场比赛当中呢 获得一个更好的成绩那么对我们国评而言呢 这场比赛 同样值得 好好去反思的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